IC 梦想家 IC 专家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 那今天呢在节目上面的嘉宾呢 大家如果有观察到最近 鸿海相关的新闻的话呢 一定会知道鸿海 刚刚新成立了一个鸿海研究院 那今天在节目上的嘉宾 就是这个研究院的CEO李维斌 你好 欢迎你到我节目上面来 跟宽人朋友跟朋友们打声招呼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鸿海研究院的指引长李维斌 你知道 指引长我一开始注意到您的时候 你的身份有一件事情是让我最好奇的 就是其实您过去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其实除了科技背景之外 你还有金融产业相关的历练 我会觉得这两个思维啊 做事方法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我如先一开始分享一下 暖身一下 你到研究院来 有没有感觉到这几种产业 焦杂的冲击 有一定有 跟我们说说 因为DNA太不一样了 是是是 因为我本来在学校里面嘛 是 学校里面其实老师做研究是自己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所以是理论上是非常discipline 非常自律的 我这边的资料呢 因为指引长他也是中正大学资讯工程资工研究所的博士毕业的 然后接下来也有一阵教职的时间研究 是 然后对学校就比较discipline 就是你要你要自律 因为等于说你的时间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嘛 那到了市政府以后就很不一样 市政府的时间其实被切割的非常非常的细 各种会 对各种会 那因为你手上握有的是公权力 是 那你做的事情会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 是 对 然后因为我又在资讯局 是 资讯局要支持很多很多的的处 其实很多很多的单位啦 很多的局处 那底层可能都需要资讯的帮忙 是 所以这又是又不太一样 有点supporting的味道 但是我又不希望说我只是一个supporter 嗯 对 就投入很多 那以现在的角度来去看资讯 他不是只是资源你而已 嗯 他其实已经某种是策略 策略地位了啦 完全是啊 对他这个策略地位 等于说你要怎么样利用你的knowledge 然后去把整个的局处的业务 可以领导到另外一个有效率 或是有效能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概念自从呢 唐凤这个人呢 在就是这个大家公理院上面很多讨论之后 大家都知道其实不论是资安啊 或是资讯流的处理 尤其是资讯加上社群 这些东西从公部门到私部门 其实都是一个新的浪潮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冲击也是很大的 我在想在公部门 那时候其实在公部门的时候 因为我想法本来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做法也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我跟唐凤也很熟啊 那时候其实也蛮多沟通的 但他也帮了我很多的忙啊 他真的还蛮乐意助人的 我必须这么说 他很热心 前两天才跟他见面 对非常非常热心 然后也很聪明反应很快 嗯 所以其实整个的公部门跟私部门 以前是不太会做partner 对 对那他他会把大家串来串去 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台北市 做smart city的时候 就已经试着让民间的力量 怎么跟公部门的力量去做整合 是 然后把整个smart city 怎么样带起来 所以就这段尝试就变得非常非常有趣 怎么感觉你很喜欢在公部门的历练啊 也不是说喜欢在公部门 因为那边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事 就推动很多事情 对做了不一样的事情 因为那个地方跟你平常 所拥有的权利是不一样的 是 他的权利跟义务是完全不同的 是 后来呢 后来就跟柯市长四年嘛 四年之后我觉得 我不喜欢政治的环境 对 所以 也不是说 你喜欢推动事情 然后在公部门推动专案 但是不喜欢政治的角力是不是 也说 奖励好像也怪怪的 但是就是一个角力场啊 就说那个地方好像没有办法 这么理性的去处理事情 很多时间其实你在处理的是 人 人甚至政治里面就会有政党 对 对 那那种东西 那政党里面其实 我不能说谁对谁错 但是很明显的他有立场 对 然后角色也比较僵化 就是 就是各个人他是属于什么的阵营 这种的 最主要是立场 是以立场为他的核心价值 是 对 所以变成说很难去论述 什么样真正的价值 是 也很难推动事情吧 对 不太好推动 那我也觉得说在里面我能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做的改变 其实也看到改变了 那在后面应该是有其他不同能力的人来继续去做推动嘛 所以你那个时候又回到民间 也不是又回到民间 是民间刚好来找我 那有这个机会我想说试试看嘛 就这样讲的 不一样的环境其实挑战不一样 那种那种感觉很不一样 指引长感觉您到现在都还是想要做新的事情 推动新的成果 就是一个是很有动力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就到了民间的金融机构 对对对 那我也完全没有金融概念 对 完全没有金融概念的好处就是 你会看到很多他们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对 可是依我所知 我的朋友不论是在金控啊 或者是发行债券的公司等等的 金融的体系有一套完全他们自己的 你说沟通的语言 对效率的认知 或是对于什么有效这种事情 也跟工部门 也跟科技领域的研究是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问题反而不是在这里 反而是很多法规 他们的法规太多 对 等于说在金融法规其实比原来 比企业里面所要接受到的法规规范 要多很多很多 所以里面很多东西没办法发挥 是因为在在发挥的角度上面 其实就已经做了某种限制 是 那因为金融其实金融秩序是不容许破坏的 是 所以他们不太敢冒险 是对 不太敢冒险 里面当然就是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对 不能冒险的东西 还是要有一点点新的进步 让消费者可以感觉到有在革新的一面 所以那边会比较多的是 比较是优化 比较少创新的东西 比较是优化的东西 对两年多的时间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就到了鸿海研究院 对 对这个时候其实 那个时候在报道杂志上面 其实 郭董很久没有出来了嘛 那结果就是在鸿海研究院 研究院的接牌的时候 他有再次现身这样 那他除了现身 当然很有媒体目光焦点之外 媒体也很好奇 就是您的这个背景 各种意义上面来说 没有任何好坏价值 的确就是一个空降的人嘛 并不是一个从里面 就是说一直一直在的上来的人 所以我接下来这个问题也很好奇 就是鸿海他也是在业界出名的 有他自己企业文化第一间公司 那目前现在感觉如何 现在其实我觉得 应该说刘董 刘董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 在看待研究院 是对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太感受到 外面听到的鸿海 嗯 对因为等于说 因为等于说刘董 对于这个单位 他可以有的一个管理方式 组织架构 其实都是新的 负与蛮大的弹性 所以刚开始框架也许是 约要做事嘛 是 所以刚开始框架 可能还是鸿海的框架 但是他是允许我们去跟中央人资啊 尽管去讨论 嗯 有我们自己 可以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规范 好 那既然我们谈到这边好了 就可以继续说说 因为现在的确是 我们这个节目啊 谈了非常非常多的 新的数位化的浪潮 比如说5G啊 AI啊 尤其自驾车啊 然后再加上这些 如果再混合混搭 好像又有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那在这个时候 你觉得鸿海成立这个研究院 他的意义跟目标在哪里 鸿海原来是制造 对不对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MRIH 最近MRIH的新闻比较多 他是平台 嗯 对所以等于鸿海 以前是在制造一些零件 零组件啊什么 所以他有很厉害的一个管理模式 去产生利润 但是未来他自己平台的角度出现的时候 那就不是一个一个一个东西 可是我们看很多很多商业的策略 就是制造思维跟平台 是完完全全不同的 对所以你也可以去看 等于刘董在我们那个记者会上 街牌记者会他有宣誓说研究院里面的人 25%是内部转移 75%是来自外面 那金周刊也有一份报道 几乎所有跟这些新领域的都是外面来的 是他希望有一个新写新的DNA可以打造一个 因为运作模式不一样 我们有点像新创 运动总是有点新创的味道 可是所以新创跟制造 不是说制造是错的 而是在那个环境里面 本来就是要用那种模式 对不对 因为他是他强调的是效率 是 非常非常的效率 所以你不能有错 然后margin 对所以你 大量 对你量很大 所以你必须要很有效率 所以要很精准 对可是你在做研发的时候 没有精准这种东西 对我刚刚正想问 他竟然有这个研究 在这个新的这个 促世 这个新的组织单位里头 好了这个研究 要研究什么呢 有没有一个主要的标的 就是现在 董事长在喊了3加3 对3加3里面的三个新的产业 对鸿海来讲三个新的产业 第一个是电动车 数位医疗跟机器人 是 所以已经很明确的 有三个目标在那个地方了 那这三个目标里面 鸿海要研究的是 比较核心的技术 那所以我们跟很多人合作 因为光我们这个研究院 不可能去完善一个 EV所有的东西 是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你刚说完善EV的什么东西吗 生态系 好好好 不可能嘛 对不可能你什么都会 什么都懂嘛 所以对鸿海来讲 现在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Open 有点是开放出来跟别人合作 你比较少听到鸿海以前 有这样的一个 对可以想到说 Google有安卓 安卓的系统生态系 是一开始就开放了 让大家可以进来 所以它现在是 很少会听到 对所以它现在是用平台的概念 去Run 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平台上就必须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大家互相帮忙 不是谁 不是生态 不是产业链那种 嗯 对那你一个接着一个 然后你可能要杀我的架 我砍谁的架 然后大家把这条做出来 不是生态链彼此之间是互利的 嗯嗯嗯嗯嗯 比较是平行 对 不过我这边就有点好奇 就是说 我再问细一点 问说这个研究院到底在 在做些什么 或想要完成什么目标 就如果只是想要研究这三加三 这种垂直领域里面的核心技术的话 那你大可以在 比如说民间智库 去把所有的研究室 你知道 各个大学的研究室 把研究起来 然后去截取里面的 呃 技术嘛 但是一定不止这样 因为核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然后什么东西要握在鸿海自己 因为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核心技术需要 嗯嗯 那你跟大学合作当然 当然也不是不行 而且我们也会 我们不会说我们就自己关起门来 就这个研究院自己蒙着头 每天在做研究 不会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讲说 我们会跟国外比较 比较好的研究机构 国内比较 比较优秀的人才 大家一起合作 所以本来就是一个合作的模式 所以不是没有 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 对 这个想要的东西 比较像是一个新的未知的 我要去把它研究出来 并且转换商用 还是说我们把现有的资源 整合好 然后立刻鸿海就可以推出一个 这个东西 董事长讲的 董事长讲的 董事长讲非常非常清楚 研究院不要去想做生意 你不要去想产品 所以产品 哇这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一句话 就是对于 非常有魄力 对于一个 对就是这么 世界就是知名的 盈利公司来说 对 它要突破很多很多的限制 对那我们也承受很大的压力嘛 对因为这样的一个模式 的确在鸿海可能是第一次听到 但是董事长亲自讲的 对 对那他 我觉得他的概念也非常非常简单 当事业体在开始做研发的时候 说实在 我也一直认为 一个事业体在做研发的时候 你的专注力会是在 效能的调教 或是产能的增加 就是 所以它比较是优化 对 比较很难去产生什么新的东西 比较偏以前像制造的东西 对然后第二个是 创新的东西在业务部门里面 其他遇到的就是 他的优先权的顺序 一直很后面嘛 他会 他会不断的被干扰 对 不断的被干扰 所以他要去研发一个 技术的时候 他会常常受到中断 是 所以他没办法延续 是 所以可能做一半 所以他就独立出来 dedicate的出来 那你可以 你可以去一直持续的 往这条路上走 好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给我听 因为您刚刚有讲到3加3嘛 在节目上面其实也常常做了很多 然后数位医疗啊 智慧车 智慧智慧自驾车 然后智慧机器人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依这样垂直的领域来说 在研究院里面 什么人会在负责他的什么 这样 其实现在有个MH平台 MH平台上面本来就有人 好那五个院 五个所 五个所怎么去支持 这样一个平台的发展 所以每一个所的所长 就必须针对这样一个情境 去设计他要研发的主轴 对 你说五个所是这个研究院里面 研究院里面有五个所嘛 有AI所嘛 对有通 有新世纪通讯所嘛 然后有量子所嘛 有资安所嘛 然后有半导体所 那每个其实都是鸿海某些强项 要去做 要更加强化 等于说我今天做研发 一定是背上鸿海的优势 是 去研发新的东西嘛 是是是 那另外量子跟资安是比较特殊的 然后AI 你说AI是 general purpose 很多地方都需要他 但是有些核心的东西 如果握在自己手上 当你在做AI的应用研发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 我们有自己的工具 那资安也是一样 资安比较情境 很多东西 比较是在情境里面去讨论AI 不是密码学那种纯数学的 那纯数学的东西就没有情境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有情境的 在车子里面其实很有情境的 对以前在谈资安网路你被攻击了啊怎么就怎么样 可是它都不会有人生命安全的问题 车子有 所以他的他的 他的考量点 可能跟原来在网路上面讨论会不太一样 嗯 我接着就就您的谈话内容 我又想到两个问题 呃 第一个就是说 呃 刚刚董事长说那句话很有魄力 没有错 就是他不用考虑 呃 生意 不用考虑产品的应用 可是那你如果没有跟就是量化的数字挂钩的话 那怎么衡量 因为研究成果跟合作跟平台是一个很很泛泛泛泛泛的概念 所以那怎么 讲到这点的时候其实我蛮佩不懂 我蛮佩不懂是这样的哦 你知道以前我们在做研发的时候 很多人会把你的研发成果连接到后面的 Dottersign 对对对 你做这东西 怎么商用 多久商用 可是这种东西说实在你没有把握 对对 除了太多变数 对 除了太多变数 第二是可能不会在明年就发生 嗯 可能是后年发生 或大后年才会发生 这很难说 所以董事长就讲说 以鸿海目前管理已经到极致了 嗯 所以他的 他的GP其实也到了一个顶 大概7% 对不对 但是他们希望能够把我们7% 移到10% 那这个3%会从哪里来 从你们来吗 科技 科技创新来 科技创新来 所以等于说那 因为科技创新而产生的GP值 GP的提高 他就算是研究院的功劳 所以你们的KPI 不压在你们自己身上 是压在其他的 鸿海的整体表现上 所以这很有趣哦 就因为你知道赤集团哦 赤集团里面 那么多的赤集团就大大小小的 对而且你知道赤集团不是天天赚钱 当然 他有时候会荡一点 有时候高一点 所以上上下下 如果你在那个 某个赤集团刚好往下的时候 你可能你的研发就中断了 是 对可能在高的时候就 欸就研发就很好 大傻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他现在不是 他整体来看 所以我们在我们在 在总部这个地方嘛 所以整体来看 不管你上上下下 整个鸿海是往上的 是 研发就是一直持续下去 欸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 因为他下了一个准则说 因为原来的管理 其实已经到极致了 你再要往上 你需要有一个新的助力 这个助力就由这个 研究员的心血来提供 这样优化是一种 优化其实做得很好 嗯 对 那另外一边就是 我们新的产业要出来 是是我觉得这非常非常有趣 那刚才 嗯 听指引长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听到一个关键字 也跟产业上面的关键字 很有关系 我想指引长很聪明 一定知道 我接下来 休息一下经营小广告 我们会来聊聊自驾车 休息一下 好今天在我身边的呢 是鸿海研究院的CEO 指引长刚才在上一段 节目当中呢 其实有很仔细的 跟我们了解了一下 就是鸿海研究院 它成立的 呃 前情提要 然后在推动的过程当中 大家是以研究为主 那其实整个KPI的考量 是以提升鸿海整个集团的 最终的表现 为一个衡量的指标之一 那我作为一个就是好像小小的科技迷 我知道不论是Google啊 Apple啊大的科技公司 甚至是有一阵子北京 中国大陆创业潮非常非常红的时候 其实都会 不论是成立一个新的 新的X实验室 或者是就跟旁边的 比如说北京清华 也有成立一个新的研究院或研究中心 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学生最聪明的学生也进来 然后最破天荒的高经费的这个实验室也在里面 然后在里面试验很多暗黑技术 我们可以想像 后来研究院是这样的吗 比较不是 没有那么刺激 没有那么黑镜 因为我们的目标还是很明确 3到5年 对 5加减2啦 3到7啦 哎呦 对 7年啊 就不能无止境研究黑洞的问题 就是 7年要看嘛 我觉得企业还是有它的目标在啦 是是是 所以你也不能太 不用太落地 也不用太落地 但也不可以无止境的 就是有时间就任性这样子 那太落地的 其实本来集团就应该自己会care 尤其在鸿海这种压力这么大的地方 他们自己原来 他们自己原来就已经有很好的 很好的那些 就是那些研发去研究 让他们怎样变得更好 是 金长刚刚有一句话很打动我 就是说鸿海原来的管理事情 已经到极致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才会有这么多世界惊人的好成绩 但是还需要一个助力的话 需要你们 就是科技了 对 那里面不在研究无止境的任性的 研究黑洞里面 里面有针对几个主题在做嘛 对 那我其中刚才广告之前 我特别想问的就是车子 车子在 嗯嗯 其实浪潮也很久了 金长你一定也知道 做的好的有 做的倒的更多 是 红海在这个整个浪潮里面的位置是什么 其实像 其实像红海不是只有红海自己 所以红海 但是能够玩得起车 这样的一个一个 business 的其实也要够大 对不够不够大的像 Dyson Dyson 不够大就被浪潮 抛到海岸中了 那车子只要一有状况 那不是电脑什么回收而已 那个车子的状况就是 那需要很大的一个资本能够撑住的 所以能够玩这个游戏的人其实并不多 那红海要自己玩其实也不太可能 但是红海有这个能力可以去 当一个 player 让这件事情发生 对 所以我觉得MRIH是让这件事情可以发生 以前我们把智慧型手机放在口袋里面 我们带着它到处跑 以后智慧型手机我们坐在它里面 它带着我们到处跑 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境跟思维模式 可不可以跟官朋友解释一下 就MRIH你一直在说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MRIH说在里面 因为不是我负责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讲说MRIH是什么 对我来讲我看到的MRIH 它是一个机会的平台 因为在这个平台上面 它有很多很多新的 新的scenario发生了 这些新的scenario都需要一些新的技术 去让这件事情能够被实现 所以红海今天是跟着大家 三项新作已经500多个的产业 已经在这个平台上面贡献 他们自己的专场 所以红海不是Own这个MRIH 我必须想到这件事情 它不是Own这个东西 它只是让这件事情发生 的促成的这个 对那发生以后 基本上它应该是一个 比较客观的sirparty的一个平台 一个平台 所以参与的人 它其实有很多的专利 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去share 所以可以降低整个车子制造的一个 壁垒 对那 另外因为它是以系统的概念去存在 所以台湾的厂商在这边找到的机会 是大家一起的 对就是国家队这个概念 所以在 我不讲别 我自己认为啦 是 因为我从政府这样一路过来 我认为国家队 对 好像 不 这样广播上讲好像不是很好 请说我们这里各种 我觉得国家队应该不是一个 完整的概念 应该是国际队 就知道台湾有没有能力去组一个国际队去打世界杯 嗯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一直要说台湾的技术台湾的人才怎么样怎么样 这只是事业的一小部分 你更大可以做 你有没有办法把最好的人 无论是来自哪里最好的技术 无论哪都聚集在一个平台上 而且你需要很多很diverse不同的想法 你都是台湾这边的一个思维 其实是有有有有局限性的 对对对 对那如果是国际的像这次MRH 其实集合很多国际的大厂 大家一起在这平台上去做贡献 嗯 所以他打的是国际队去打世界杯 嗯 不是国家队打世界杯 我懂你的意思 对 这不会不会很很很冒犯 一点冒犯之意都没有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角度跟思维 我觉得是执行长你非常擅长的地方 对以前因为大家都讲国家队 你就看到好多去lead国内啊 整个大家的力量 然后永远都想的是一样的 然后要出去打仗的时候 你根本走不出去 因为你不了解那个国家 那个国家还是要有他的团队在这里面 才有机会 所以国家队国际队这件事情 是需要有一个initiator 很好的initiator在这边 把initiate的起来 所以鸿海间愿意做这件事情 把这件事情弄起来了 嗯 接下来怎么发展 其实他是 我我自己认为了他非常organic 他是可以怎么用都可以 他就他的发展可能已经不是 谁可以control了 嗯 他就自己长好 对自己自己会去长 那这里面会有很多人彼此之间合作啦 什么样的 所以他会去有机的去成长 所以那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经常我刚想到一个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来说 也非常有兴趣的题目 就是您的经验 其实真的是跨场观学 而且又这么多年 你就是想台湾是不是发生了一个 很特别的质变的时间点 就是比如说全世界都在 哦 讲说晶片 台湾赶快帮我们多产几个 然后现在鸿海又在这个时间 你刚刚说祖国际队 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什么 我们以前可能二三十年都没有想过的 新的变化 我觉得有可能吧 我的感觉是好像被大家看到了 对那被大家看到怎么样去利用这个 你要称事嘛 嗯 你有这个事在这边说 我们怎么称这个事 让台湾可以起飞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过了就过了 过了你就要等下一次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这个这个应该就是跟疫情有点挂钩吧 因为台湾正常维持产的 多多少少 对对 有一个空档在这边 对 您刚提到的国际队 我也很有兴趣 就是说我们之前也准备了这个题目 就是那好各个国家 或者是大的科技公司 都有自己的研发研究 X实验室的同时 那鸿海有没有一个角色 是好很积极的reach out 那我们也跟这些不同的 大科技公司的实验室 大科技公司目前 因为我们才刚成立 是 我们现在目标 比较锁定的是 比较 比较有名的学术研究机构 对 学术机构上 还内外的都有 对像 像美国的 澳洲的 对 欧洲的 对 学术机构 然后呢 会 比如说请他们来吗 一个客座吗 还是 那种太短线了 对 所以我们可能 专利上是不是 会合作研发一些题目 因为我们有长语 对啊 长语可多了 我们长语很多 真的可多了 那其实有时候 我们自己在学术界做研究 理论研究的时候 就是没有长语 对 就缺一个长语 可以去实证这个理论 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可以从science 进入到technology 这一段其实一直有一些 其实有一些 有一个很深的barrier在那边 那鸿海如果今天愿意去把这个 拿出来 那其实会发生很多很多事情 哦就是你有 你不要再担心你的创新没有办法落地了 你来跟我们鸿海合作 我用我的强大的制造实力 然后 不只是实 就还有些是情境的问题 对 其实像我们想做 我们想做operational technology 那个其实困难度 很多东西都在原厂里面 是 对那鸿海 我有长语嘛 哦 有各种生产线啦 然后生产各种不同的东西 对那它实际上遇到的问题 是学界都不知道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 OK我懂 所以真正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那哪一个理论可以过来 对不对 或是说 这边有些问题 它需要的一个解决方法 可是学术界根本没有人讨论过 为什么会叫鸿海 存在这么久咧 不是啊 问题是你进不到生产线上面 去看去观察 OKOK 那你要听它聊天 你不可能讲到那么细 也不是实际上面 对对对 所以那那里面的人 大概做的 刚刚都讲过 它级别是优化 是 所以不断的优化 本来这本来的生产线的流程 是怎么样 缩短缩短 人力减少减少 成本减少减少 对那那些他们很厉害 那也不需要你 反而是一些 我实际上会碰到的 需要创新的课题 现在可以 就有些需要真的比较高深的技术 可以去 因为真的到顶了 对 我完全明白 那现在很理解这个研究院的轮廓是什么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呢 可能我自己想要 我自己也很好奇的 就是市场上面一直在讨论的 像苹果 大的科技公司 它做的日用型的 不是日用型 就消费型的电子 不论是小跟大 鸿海都是它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嘛 制造商 那最重要的 最近大家在讨论的就是车子 不论是不是Apple 有自己的自由品牌 那里面的组件 组装 里面的设计 全部让鸿海来做 有这样子的 这个我们没办法回答 这个没办法回答 但是我们外面很期待嘛 就觉得会不会就是重新一个像 你知道那时候最电子光荣的 这个可能就没有办法问到我 这是说实在的 所以现在整个的发展其实是 就是董事长那边到底怎么样 或是MRIH到底怎么样 其实我们研究院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这也不是 比如说让研究院成立的一个目的 对不对 那反过来就知道 你们没有那么立即的一定要 其实对 第一个是没有那么立即的 第二个是鸿海现在希望是分享 open 对所以不会去谈那个 那个已经到了太 那就直接上涌 那已经是product了 我懂了 对product是研究院要去care的事情 理解 对 所以那我觉得您的那个分享啊 跟思路啊都非常非常有趣 尤其是经历又很丰富 那制作单位有帮我准备 就是您 他们说你的兴趣是煮石头汤跟当鸿鱼 这个是我看到 我也不知道我看了什么的几个字 这样子 最后一点点时间轻松一点 让我们知道你平常兴趣在做些什么好了 欸 你说当鸿鱼大家都知道啦 这当鸿鱼是什么意思啊 就 欸不是 你要说记那个丁香鱼 对不对 很容易就死掉 对 那你放一只鸿鱼进去 那大家这些丁香鱼为了求生 它就会动动动 它就会活下去 所以等于说你今天进到一个组织里面 怎么去产生创新 其实你就是一个鸿鱼的角色 就是进里面转转转转转 弄得大家都不能停下来 你是那个让大家一直不停下来的那个人 对 因为我自己也停不下来 我感觉得到 所以我就进去 我觉得这样很好 我就进去让大家都停不下来 我觉得这样子非常非常好 那石头汤是另外一个概念 这是反正欧洲的故事 然后反正一个士兵到了一个乡下里面 然后没有东西可以吃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捐它一点点 那大家都不愿意 所以他们就弄了一锅汤 里面就开始煮石头 那很多人就好奇来 没有味道啊 对没有味道啊 如果有什么东西的话 就应该多 大家听 对啊有道理 就捐一点捐一点 每个人捐一点 最后从石头会变成一锅好喝的汤 所以是 所以你今天去怎么样 去把大家的力量可以聚集在一起 是 所以你不是去说服他 是 你先端出一点点 是不是 让他看到 你让他先有expectation 先有一个幻想 然后他会把他愿意把他的东西拿出来 跟你分享 然后每个人拿一点拿一点 那这个成果就会越来越完整 那会进来的人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怎么去initiate一个东西 不是去到处拜托人家 你进来帮我 相信我 对对对对 不是那样子玩的 所以你怎么样 从一个石 一个什么都没有 你去弄了一个石头来煮汤 去引起大家的兴趣 然后让大家愿意来先 关注你到底在干嘛 然后再慢慢的 把他们的资源再带进来 对 然后你去把他们这些东西 怎么样去煮出一锅好汤 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对 我觉得非常特别 健身太细 今天在我身边的是 鸿海研究院的执行长 那很开心在业界上面 看到这样子 蒲天盖地的新闻之外 今天实际了解到 原来鸿海研究院 他做的事情 其实是很前沿的 不需要立刻商转的 而且是希望 把所有的这个精力 就是投注在整个鸿海集团的整体提升表现上面 那今天呢 我们有一个有奖争达 就是会送出鸿海的帽子 那我们在FB下面留言 或者在YouTube上面留言 来回答这个问题 你就有机会得到鸿海的帽子 这个问题呢 就是今年出鸿海的集团 这个鸿海集团为了带动整个产业 它成立了这个研究院叫什么名字 也就五个字而已 非常非常的简单 赶快留言 赶快回答 让我们大家看到之后 就知道你有参与到节目尽头里面来 然后也希望你可以把鸿海的准备的小礼物 可以带回家 今天非常谢谢指寅长 一起在节目上面分享 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拜拜 拜拜